我现在创作的这一组《春江花乐》是来自张若虚的一个诗的名字 是我从小生活在中国这个环境里面被听到的一个曲子或者一个舞蹈 对通宋文化的这种引用也是我创作里面特别常见的手法之一 庸俗有时候也代替着一种乐观 这个作品里它呈现出来的像一个广场一样 人在里面游荡 这历史上的一些作品里的人物 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比如说像我画的《乞讨者》里面有一些类似怪物的东西 还有一个像幽灵的这种长发的女人 我觉得我想起了那个鲍德里亚的那个冷记忆里面 比如说文明这个环境下面 人们现在灭绝的不是人性而是非人性及人身上的兽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